唱歌不仅能够让人感到欢乐 也能够疏解压力 为了推广唱歌的活动 张和社区也成立了歌唱班 并拼请专业的老师前来教导 张和社区理事长也希望透过此活动的办理 能够让民众感到乐趣 使身心更加乐活 也邀请更多喜爱唱歌的民众 能够前来参与 我们张和社区现在有上个歌唱班 就是礼拜二的下午 然后还有礼拜三的下午 礼拜四的晚上 那歌唱就是对我们这些长辈 对他们的心心健康 有很多的帮助 他们喜欢唱歌 他废话量够 那生活起来就很快乐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社区范围 还是在我们南投市的我们的居民 希望你们可以来参加我们歌唱班 那大家一起来欢唱 张和社区的歌唱班 让喜爱唱歌的民众能够聚在一起 共同唱歌相互学习 并且让他们感到欢乐 也能达到提升社区凝聚力等功效 新议员张家哲日前也到场关心 并表示唱歌不仅让人感到放松 也能感到乐观 肯定社区办理活动的用心 期盼各位喜爱唱歌的民众能够前来参与 我们张和社区特别针对了我们这些爱好歌唱的大哥大姐们 固定在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三的下午 还有礼拜四的晚上 有聘请不一样的老师 可以来到现场教学指导这些学生 我想对于爱唱歌的大哥大姐们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跟活动 唱歌可以让大家的心情更好 尤其现在注重养生健康的时代 让自己心情好 绝对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开始 所以也希望喜欢爱好唱歌的这些好朋友们 有机会可以来到张和社区 一起跟他们互相的切磋 甚至来参与这样的课程 张和社区开设的歌唱班 在每周二三下午 周四晚上都有开课 也欢迎民众能够报名参与 感受歌唱的乐趣 并让生活更加充实 记者邱炳俊南投采访报道